我说你放你啥你放你 放你你拿头 我这么扎筋这么疼你还说我放你 钱多多是快乐源泉本权了吧 弹琴上医院打针的经历 他的发言太好笑了 然后呢我上次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护士他给我张了针 张两次了 而且他每次张那个针 我真的会喊一声 他真的说 然后我们的那些人很讨厌 然后他们多多在笑 然后有一个女孩 他走过来说 Oh my god you are very funny 我说你fony啥你fony fony你拿头 我这么扎筋这么疼你还说我fony 我哪都fony的 他已经掌握中国话的精髓了 但他说 请去朋友家的经历 一语道破天机 我去我朋友家在中国 然后呢来到他的家 我已经给他打电话说 你在家吗 他说马上到 你知道中国人都马上到 有可能一个小时 有可能一个小时 多多阅读理解都是拿满分的吧 而在模仿这一块 第二他也从来没输过 言起容某某可以说是十分像了 我养容某某 容某某他头上带着东西 容某某 脑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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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踢一脚 你以为你长个漂亮脸蛋 就可以勾引皇上了啊 说 是谁派你来勾引皇上了 好笑 哦他说的 对啊 哈哈哈哈 子慧见了也得绕道走啊 更是在模仿大妈时 引发全场爆笑 现在呢是夏天 我来给大厂卖 你给大厂 呀啊 卧槽 哈哈哈哈哈哈 呀啊 卧槽 哈哈哈哈 呀 卧槽 他等哦 还等哦 他也给我发了 然后我就跟他发 就我说 哦 有什么事吗 我回了一句 莫名其妙 哈哈哈哈 但是我最可怜 我回了他 我说是的 快乐是自己给的 然后他就回了我一条鱼 我以为以为 对对 快乐是自己给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发那个 是不是在课试 谁把你删掉了 对 哈哈哈哈 nice 今天的快乐是多多给的 当新嘉宾跳起舞时 他表示不服了 多多 这位就 呦 哈哈哈哈 表情赢了 哎呀 你怎么出事啊 多多 我坐在哪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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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顶级社交牛逼症患者呀 啊